一如往年 许多市民傍晚开始陆续来到维多利亚公园 约七点半 六个足球场已经挤满人群 大伙宣布人潮转到旁边的草地 八点西灯一片珠海 悼念仪式开始 我们要正坐起来 以后如果说再有一个器材的话 我们学生我们人们都会再一次这样 当天的游戏仿佛在落冬光 我们来到台湾了 从外地上来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 已经发达北京市城区周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登下 Kardash明 我们明知道 我们自己的一个位uckt questa 是 你说 我们可以 悘悵 啊 當天的勇氣 反彎在目睹光 外面過去 活在這下 為著面來睹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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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原然是 頑張 崎嶇 複製艱苦的 但是我們一定 也都會繼續守移手 也永遠走下去 風天的勇氣 今天 已所勇於我 公民再守移手 alez 南方大王 이트主要去找繩子 立 ville會殖性歸來 白髮白慢情依森次開 其實很銳散了 哈哈哈哈哈 這麽穩美的這一盞 1999的紀念館是等了25年 我們一定要將真相 去講給全世界知道 一世上形樓全盡改 直視遠距離失落 我自由與天地共在 我自由與生命 我自由與生命 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帶領成員 向烈士盡面杯獻花 一世的天安門母親按釋 再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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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人民英雄 願你們在天之利 得以按釋 願民主中國早日來臨 三曲功 全體面向舞台 之後由一般青年 點燃象征星火相傳的火炬 有請支聯會主席李卓仁 連同一班年輕人 共同年女自由與主任寶貝 請餐廳公圈 全場高喊平反六四口號 一曲都得 一曲都得 接著由支聯會副主席 麥海華知道此 全體默安一分鐘 會上播放獻給天安門母親的 音樂錄像 敏感的季節 音樂錄像 や獨立 不得 一曲頭 不出發 一曲一曲 清垂積光草 唐人 和他不遇 一夜唱伤后在你月亮 让妈不要放弃 让妈不要放弃 我们为恨运气 说不算计 让妈不要放弃 也许太不如 在起初和日遇难的头两个 我基本上是处在 生不如死的救援 集八位八九学运人士的录像讲话 包括颜佳琪 王丹 乌尔开西 方正 丰从德 周峰索 王君涛和吕金花 才能更好地报答你们 谢谢香港的民意 25年前我们在天安门广场 一直坚持到六四凌晨 今天轮到了香港 香港是中国民主化的灯塔 是捍卫自由人权法治的前沿阵地 香港不能撤 香港要真正的民主 活选 无辜的北京市民 维园的烛光是照亮黑暗的火炬 是全球欢欣中国民主自由事业的人们的盼望 因为你们八九民运的梦想 和六四屠杀的真相得以保留 亲安的母亲得到安慰 我们作为参与者 向你们表示无尽的感谢 特别是六四纪念馆的设立 对于心火相传 保留真相 让下一代面出洗脑的影响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的真相还没有大白 那些杀人的凶手还没有得到追究 独孤者还没有得到赔偿 所以在这一刻 我们在维园 我们手统烛光 我们一起在要求寻找真相 坚守正义 那是非常重要的 八九年的天安门的学生运动 以及对于六四的纪念 已经变成香港的一个新传统 而这传统跟香港人民 间并肩一起捍卫着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棒 我想二十五年来 八九精神所提出来的 希望中国民主化 这个精神这面旗帜 始终没有保险 当年我们的这些参与者还在 我们现在需要的 就是再坚持一下这种精神 我想只要再坚持一下 我们就一定会看到甚至的曙光 大陆维权人士滕彪第一次来到维园 参加煮光集会 他说过去二十五年 中共对人民的屠杀没有停止过 更多的王维林被判处死刑 翻越雪山的西藏流亡者 到死于监狱 各种黑监狱的囚徒 从法轮功信仰者 到抗拒强差的公民 他们抓记者 然后抓为记者呼吁的记者 然后抓为记者辩护的律师 然后再抓为记者辩护的律师的辩护律师 但是就像香港人在街头上喊出的那样 You can't kill us all You can't kill us all 大会宣布有十八万人参加 破获保记录 我们香港人是可以做到我们今晚大会的口号 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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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条路一路走下去 会越下越多人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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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烛光集会前 香港教区荣修主教陈日君书记 再次在委员主持六四祈祷会 他表示 25年来 香港人并没有忘记牺牲的烈士 又表明要追究屠成责任及真相 祈祷会结束后 陈日君到委员参加烛光晚会 与民主党创党主席李祝明 受持烛光 李祝明认为18万人参加集会 证明港人没有忘记六四 许多大陆青年前来参加今年的活动 大陆政府一直 二十多年来一直对这样的一个话题 闭口不谈 或者说是包括历史书上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记载 一些说明 也没有做出一些官方的一些盗窃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一个行为 共产党什么事做不出啊 是啊 我觉得推翻它 是啊 大家一起 就是好像监地那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大家不做事 扭得它 瘫痪过政府 唯有这样的了 你看大陆现在远近发生的东西 你又知道了 这个政权 屠夫来的 这条路 没人成的 真是没人成的 许多坚持二十五年的长者不禁伤心落泪 出不了声了根本 选择良心了我们 真的没有东西讲 太过残忍 所以我都连年都来 因为我自己都有子女 但是我都只能有子女 那你反过来 你自己是这样 你行不行呢 你说可以弱 你可以成为他 但是不可以拿坦克车 这样杀他 是不是 一直了眼就全部人都没了 所以我连年都来 对学生已经不行了 一定不可以这样 我不想翌日有彈车进来香港 我要保护我家人 保护我的子女子孙 香港青年学生愿乘船学运精神 因为我见到就算现在中学生 好像汉文思潮 或者大学生学联的同学 都会走出街那里 会帮忙 譬如6.2 迟些6.2公投 或者之前的占中 他们都会出来帮忙 还有人数是不断上升 我觉得是非常安慰 有希望 也有母亲带同孩子前来 平凡6.4 是这个后面篮球场的朋友 没有篮球的朋友 有篮球来的 没有篮球 我不要悲悲悲悲也不会叉识 心中仓处始终有记忆下年下识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记着伴 无论雨怎么打 自由仍是会害怕 无论雨怎么打 自由仍是会害怕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记着伴 再次你我的身记着伴 代表我们的决心 代表我们的梦子 平反六世 平反六世 战斗到底 战斗到底 冰霸维远 冰霸维远 冰霸维远